昨天晚上好像上面的右上嘴唇磕到了牙齿似的 所以里面口腔就溃疡 磕到了 为什么磕到了呢 那个大雕像抱下来的时候 要抱下来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压起 把身体上压起来就有个力量是抱着它 那抱着它的话肯定要往身体压着 就像那个抱着脸这里的话 你往里面一压的话嘴唇就压到牙齿了 原来是告诉这么一个消息 就是说要把那个大雕像抱下来了 那前几天我们说的那个大雕像是什么呢 就是说未来要发生什么 就是外星人提前告诉我未来放到哪个地方 告诉我位置在哪里 所以会挡到哪个这个女生像附近 那个水里边的那个木柜 有阴影挡掉了 然后又告诉我位置比较高很大 要看起来整个层次比较高的时候 就告诉我那个老鹰下来 就会位置要比老鹰看到的城市的位置高 老鹰在山上面好像有层次的感觉 反正总之要比那个城市的景观要高 是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就今天要告诉我们正式要施工的时间了 前面都是告诉我有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按照那个下面 腿上面做的小脚像 才就做到腿上面 这样就不够风格的 然后上面有配点 有巨大的人 巨大的人一看就是外星人做的 其他人的时候不可能做的那么够的 再加上有那个 配点更说明的那个外星人 而且同配点有关 然后那个脚像会知道 告诉这是谁的脸 让人家认出来 然后胜利层上的人家去问 这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就把这个消息 就告诉到全世界 这个新闻呢 几年都停息不下来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